能否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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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孟老爷 24位女嘉宾好 我叫张帅来自幌州 今年27岁 张帅欢迎 前面一个76 一个76.5 你是 我现在的体重是90公斤 分高188 你们想一想 后边还有两个人 24位女生 对张帅影响如何 请考虑 这位是世纪佳缘交友网站 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请选择 新上场的11号女生 做个自我介绍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三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叫孙成成 来自广州在银行上班 我是一个心直口快 甜美帅真的正宗湖南辣妹子 新上场女生 你们在单位的年终总结 对不起 我想找一个马云男 你可以没有帅气的外表 但是你必须有一个聪明的头脑 勤劳的双手 跟一个积极向上的清探 刚说到马云男的时候 这哥们的表情是 我估计他在多么 我还差 还差多少 49号 我觉得男嘉宾实在是太魁梧了 我觉得他一上上 我觉得是排山倒海的那种压迫感吧 我觉得我有点害怕 所以我就灭在那儿 你有没有觉得他的长相 和你的世界观不符合 他长得挺帅的 但是我觉得我hold不住 我害怕 其实我就是外表 别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但是我的内心 完全和我的外表是相反的 什么样的内心啊 就是你的身形很高大 你内心很狭小 不是 不是 绝对不是这个的 大家会看着我 感觉我这人很暴力 又很魁梧 我肌肉有很多 其实你很娘 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娘不了 我绝对娘不了 对了 但是我就是说的意思呢 我看起来可能会凶一点 但是我对女朋友是非常温柔的 来 我们看第一条件 哎 大家好 我叫张帅 辽宁沈阳人 我目前从事的工作呢 是在健身房做私教 我可不是一般的教练啊 本人专制各种疑难杂症 比如说圆肩 头背 高低肩 X型腿 O型腿 换句话说 只要你还有腿 我就能把你的腿 变漂亮 变直了 怎么知道 先交钱 德里佑父母呢 给我起了那个好名字 这些年来我还没长脸 再加上我的身材比较好 之前我做过模特 做过演员 巴黎时装周啊 米兰时装展呢 他们的这些主帮方啊 都没有找过我 给幸福 我给钱业 因为这个长相 给我的生活也带了一些困扰 来的客户如果是一对情侣的话 男方就会百般地阻挠 西方不练了 看着不像好人 如果是来一对奴婷吧 妈 我得练熊大鸡 母亲就会很不放心 把孩子交给我 男人不练了 你看着这个人不像好人 因为我长得太坏了 甚至还发生过 被误认为是通缉犯 看他不像好人 我是个大好人 在找女朋友这件事上呢 我也受到了外形的困扰 被大家误认为是比较花心 可我刚好是那种 最难找女朋友的人 好多人以为啊 还其他是泡妞力气 那这要看你玩什么曲风呢 曾经有一次呢 一个女孩她对我说 给我弹一个曲的吧 结果弹了不到五秒钟呢 就好像要她命一样 所以今天我是绝对不会弹的 因为我怕你们都跑了 千万别逼我弹啊 打死我也不会弹的 千万不要逼我 逼我 逼我也可以 没带设备 今天真没带设备 因为那个东西太多了 又是效果剂 又是音箱 又是 又是其他特别的 我们这儿全有 是吗 那人家又受不了怎么办啊 这么多 但是我们尊重你 我们不会让你唱的 谢谢 我经常看节目 我看的才是老师啊 他老师这样抱着肩 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他长期来讲的健康是不利的 大家看着 大家看着 对 我想问一下 参生老师 您从没出现过一些 颈尖疼痛的问题呢 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没有呢 你看我长期做啊 因为我是驼背 所以把所有背部的压力 都缓解掉了 一般的编剧都有 那个颈椎病和腰椎病 就我没有呢 但是你问他 如果他不拿着这个黑本子 他会怎么样 他支撑不住他自己 对 我试过背背夹都不行 会很疲劳就是 您要是可以让我帮您试一下呢 我给您做一个示范 你会很舒服 要不然你不进去 你试看一点 行 先示范一下 来 您做就行 那我单位要瘫痪了 你算了 我们单位算你劣势 算了在高张里边来 您现在需要做一个挺厚俗 把您的这个下巴 尽量往回缩 脖不要动 然后挤出您的双下巴 在下面 帮助我现在有点紧张 卡 马上你轻点了 哎哎哎 你可以小心点啊 轻点了 我这个还没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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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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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真的我们还有用 好吧 我不知道还有用一开始 很难受吗 他不难受 但是我感觉到 是有危险了 在这里的 你就把咔一下 就回不过来了 对啊 台上的女生 你们哪儿还有什么 要他帮你们弄一下呢 顾美琪 你的脸刚才已经枯花了 好难看 就是刚送的我的好朋友 就很伤心 但是我看到男嘉宾 我就笑了 有什么地方需要弄一下 颈椎 但是我看到财神叶那样子 我就怕了 没关系 你放心 不会有个男生 我看到你的VCR里面 身材很好 但是不要以为只有你有肌肉 我也有小老鼠的 你看 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看盼盼非常鄙视的 有一个表情 你也好 刚说到这个面相 就别人看你就是不像好人 其实我也有这种困扰 不是说我看得不像好人 确实有人会 确实不像 不认识我的人 第一次见到我 会觉得我这个人特别冷 感觉他欠了我500万那种的 就脸特别臭 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 我一点 其实我一般看到你的外表 第一印象我就会感觉到 你这个人是不是好女人 有没有台上哪个女孩 认为自己的脸长得 他就不像一个好女人的脸 6号是吧 哎 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中肯的 啊 我刚去把音馆来这句话 男嘉宾 你先评价一下 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只说长相啊 看一看 你跑多来看一下吧 让我多看一下 你稍微 你比7号好一点 然后又比5号呢 坏一点 你正好按照这个排名 我哪儿不好 男嘉宾 你这太得罪人了你 来来来 回来 画一下 我刚刚想说 我就喜欢画画的 我就喜欢像我们正宇 张家辉这种类型 然后你这个身材 我觉得特别的好 我觉得靠在你肩膀上睡觉 肯定很舒服 连枕头都可以不用了 谢谢 我想问一下 你对女朋友的身高要求有吗 不低1米6 不低于多少 2 我1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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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对身高的要求 就不要太看着不搭 就好像出门我带孩子去 但是我要问我特别的高 没有 我是觉得 因为好多人都会说 就觉得我的气场特别足 那你觉得你能hold得住我吗 我就可以 我觉得目前来讲 还没有hold不住的 因为之后看过下一段VCR的话 你就会知道我之前 曾经hold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好 行 我记得你能hold得住我吗 我们继续看啊 来看下一篇 我之前找的女朋友 年龄比较大 脾气比较大 结婚的欲望比较强 其中和脾气最大的 那个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当时女孩子包掉在地上 我把这个包捡起来 给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对我点头微笑了一下 但是没想到 我女朋友就吃醋了 撸起袖子一顿拳打脚踢 最后还赔一个人家 这两千块钱 我经历过一些逼婚的手段 偷来混口本 要和我偷偷地结婚 或者越过我直接找到我的父母 甚至只要看到电影 或电视剧结婚的情节 就会各种地暗示我 不是不想结婚 时机还不够成熟 时机成熟的时候 我一定会做我该做的事 我想找的女朋友 最好是温柔一点 当然要是脾气大的话 我也不怕 因为我经过大风大浪 什么样的脾气呢 我都治得了 哎呀 你的那个前女友 我好想认识一下 好厉害啊 她把那个女的打在地上 已经神志不清了 是吧 她是特别快的速度 我还没能反应过来呢 我回头看见 她已经抓住她的头发了 然后就扇了两个耳光 那个女的就倒下了 倒下之后啊 她穿了一个这么高的高尔鞋 大概10厘米左右 然后就开始踩她的脸 然后被我拉开了 那个血扑就喷出来了 是吧 那真的流血了 然后我们就被整个商场的保安 全都过来了 然后抓起来 最后赔一个人家2000块 这个真的是赔就算傻了 这个事发生了之后 你再看到她什么感觉 特别是当她跟你那个 亲亲我我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我会死在这娘们手上吗 不会 她是不是你的学员 然后你给她调调出来 就那个搏击是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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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经历过这样一次 我觉得你的那个前女友 可能就是挺想捍卫你这块国土的 所以她不容任何人去侵犯 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出去逛街 只要看过任何一个女生一眼 她就会和我吵三天 我觉得你出于对其他路人 甲乙丙的那些女孩的爱护 你上街没事 别看那些女孩 你看一眼被人打得死去活来了 那我觉得像她这样 想害一个什么人挺容易的 她要害了一个人 就多盯着看两眼 她女朋友就上去本 这很不好啊 这个逼婚这个事挺可怕 昨天腾讯新闻 八卦社会新闻第一条 女大学生逼婚穿着婚纱 拿个大喇叭 跑食堂去 对吧 都看着点头的 她的男朋友在食堂吃饭 她拿个大喇叭喊 你快娶我吧 为什么还不跟我结婚 这男的拿一盆汤 哗破脸了 说话应该是这样的结果 是 16块 说要逼婚 我觉得婚是可以逼 但是感情批不出来 爱情就更逼不出来了 然后那个说到刚才发怒 一般我发怒都是在冷静之后 掉过来了 因为怒拔见者匹夫 只有在冷静之后 你才能分析这件事情 到底值不值得怒 我特别喜欢你这种性格 因为我觉得只有冷静了 才能把问题解决好 但是 但是冷静之后 你还没听我说完吗 你还没听我说完呢 好 说呀 哦 我说完了 你刚才说没说完 我们等你说你说我说完 很有幽默感啊 二刷 就是我身为女人 可能我走得比你多 很多感情的路 但是呢 我真的觉得你出去的话 最好不要去看别的女生 天哪 这是你对男人的要求之一吗 就是跟你谈恋爱 或者跟你结婚的男人 就不能再看别的女人了 他会回头看别的女生的时候 这就是对我的一种不尊重 这个看看 就多看看这男嘉宾就很帅 我就很喜欢看看他 这个跟我的感情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他认为有 他说我觉得 我和我的男朋友逛街的时候 看别的女人的话 他会觉得被那个女人 看到了之后呢 他会觉得对她是一种侮辱 这个问题要衍生开来 婚姻就每天都在讨论 这个问题 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 以审美为这个 为要求去看其他这个疫情 我到底要不要看时尚的这个杂志 我到底要不要看那个 《高华公子》杂志 要不要看电影 包括那你作为女人 你可不可以看别的男人写的书 对啊 你可以不可以看孟非主持的节目 然后对后可以说 你主持得很好 看《非诚勿扰》 到底是为什么 对吧 对 这么多人结了婚 你们看《非诚勿扰》 你们这帮不要脸在干什么 你们想起来是吧 是 是吧 其实我们曾经总结过一点 对 没有安全感这个话 是女人拒绝男人最百大 在任何场合 适用于对任何人的 你长得比较丑 特别丑的女孩说 你看长得那么难看 跟你在一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这话说得同 你特别穷 她认为跟你在一块没有安全感 你什么都给不了我 如果你身家几十个亿 她也跟你说没有安全感 你那么有钱 你说不定明天使用上别的人 你家庭地位非常高 她没有安全感 家庭背景非常差 她也没有安全感 你跟她在异地 她没有安全感 天天守在一块 她也可能没有安全感 她就可以适用于在任何场合 都可以说 我没有安全感 她就给你带来 这是一句废话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还要唱歌吗 可以 我唱歌可以 我准备了 对 第三条片子的机会 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嗯 这个要和大家互动一下 什么互动啊 好 马上大家继续帮我打一个节拍 加油 不好意思 我那个现在有点感冒 嗯 没有关系 南京的雾霾比较大 这个嗓子不好 加油 这绝对不能怪你 我向你表示歉意 我们南京的空气不太好 不太好 他们也都不是因为你唱得不好啊 是因为他唱得挺好的 他觉得人家唱得挺好的 唱得挺好的 一张嘴就吓人一跳的那种 对啊 就让人没有安全感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 电视机前喜欢你这款的女孩 肯定会很多的 好 我就这么认为 怪南京的天气啊 其实我也料到的是这个结果 因为一般人对我的一滴印象 就是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感觉像坏人 所以我已经是习惯了这种感觉 所以平时呢 其实我也是很难找女朋友的 我觉得灭灯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的形象 或者是我咳嗽还是什么 不知道 我在上场的时候呢 我选择的是服务员 心动女生啊 我可能不太会容易 对一个女生就是心动 所以女方的话 我会选择一个和我最谈得来的 明天娱乐版会不会有这样一条消息 南京空气质量太糟 《非诚勿扰》男嘉宾演唱发挥时长 惨遭灭灯 我建议上娱乐版头条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 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407加女嘉宾面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真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真爱网世界加油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给保命大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